5月25日,武警银川支队组织的勤训轮换大练兵活动圆满结束,此次活动为期36天,每天训练时间不少于12个小时。 结合武警部队新大纲规定要求,包含射击、爬绳上、鞋枪通过100米障碍等15个重难点科目,坚持从每个细节延起,从薄弱环节抓起,边训练,边发现解决问题,保证每一次训练都有新收获,进一步提升了实战化射击水平,牢固树立了练A战的训练导向,未有效履行职责使命,奠定了坚持的基础。 下面是笔者对此次勤训轮换的所闻所见,用照片的形式呈现给大家,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新一代武警官兵练兵备战,敢打必胜的决心。 也希望大家对90后这批官兵多一点认识和理解,看到他们肩负责任,勇往之前的一面,大雨滂沱中的武功里。 武装越野,更显英雄虎气,擒敌术训练场上热火朝天,气势如虹,通过400米障碍时,帅气的侧踹飞板,爬升上,你不会理解看似出手可击的终点,近人那么遥远。 战术场上,灰尘扑面而来,现在明白什么是接地气了吧。 夜幕下,一名战士在单杠上表演漂亮的艳势齐杠,一名班长为战友们示范防爆枪的操作邀领,敌火迸发的瞬间,射击训练中,一名新兵的鼻翼汽满了汗水,一个下午过去,迷彩服向水泡了一班。 战术训练,通过战术手势互相配合前进,黄昏下,一名战士在跳马,仿佛一只飞翔的燕子,1500米防爆装后,汗水的刺痛使这名战士无法睁开眼镜。 夜间训练时,一个班的战友为他鼓劲,我想这就是团结,就是战友情。 夜间射击场上,晚霞与射手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,射击场上最坚毅的眼神,装得下梦想和未来。 考核结束后,一名战士拿着跑烂的鞋子,和身边的战友开玩笑,作者,谢宇成一辉王荣。